近期艺人使用假包的争议掀起超高讨论度 也让一直用同一个包包的小S成为讨论焦点之一 他手上握有不少代言广告 赚尽大笔收入 但他最常用的包包 仍是15年前购入的帆布包 先前最后人质疑小S都这么有钱了 为什么不换个包包 对此小S坦言赚多少钱和用什么包 用多久是两件不同的事 只要好用他就会一直用下去 大家喜欢或讨厌他 是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 而不是因为一个包包 事实上小S的作风 现在都是如此务实 他曾透露孩子想买名牌包时 他就会让对方思考购买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想鼓励自己 或是真的觉得非买不可 那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只是想跟风 看到别人有自己也要有 那就非常不应该 我听说得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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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多了 只要看太多了 我听说得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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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多了 感谢观看